江榮姐還沒有辦法從反震動的手上拿下一組 趕快來做一點適應 對於中華隊這幾位選手來說 今天來到場上 中國隊手上拿出勝利 前後調動 對 反手位 硬了一點 我還有機會先做發力 你沒有發力的話 完 好球 加速 好球 加速 機會蠻大的 機會把以反震動的這種 有把握住 哇 漂亮 雖然已經擠到 不是應戰 江榮姐 第一局碰上反震動 其實 一開始 要特別注意 在反震動 台內 拉了還是加壓 那擊球的過程 盡量的 要特別注意 加上旋轉 完全是 壓住 這個小心 這個就是所謂的 沒有效果的一個動作 的一個戰術上的處理會更好打一點 一般來講 現在面球的質量很重 很強的話呢 江榮姐完全是 要將這個反震動拼命的一個加速 加力 大家想 包括你的體能的訓練 爆發力的訓練 這個你沒有一定的球 一定要好的 所以這個是清香四分叉 出氣的球 你看它的整個鎖碗的發力 這就是盪線 跟可以角度的改變 它是一個進攻的手段 你亂拚大概就出界了 所以先進攻者 先開始進攻了 洪傑而來 而且其實它在整個進攻的角度上 還是會做一點改變 到了橘末點的危機 江洪傑發球 直接台內擰球之後收下分數 當然要江峰姐齁 要有一些齁 對方擰過 會比較輕啦 像這個擰球 所以基本上 你要有效的回過去 接下來還是 讓凡建東有多塞板 接續進攻的機會 移動了 齁 一個 移動了 這實在太幸運了 齁 線上 你可以看出齁 已經被壓到這個 還是很穩定喔 看起來中華隊是在這個時候叫出了戰 整體來講 應該來講齁 所謂的 球子呢 是 真的一個 攻擊 對 撤開 對啦 跟他拼 對手來做對抗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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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宏傑的落後是2比6 雙方四分差 出手了要果斷齁 這個根本不用考慮跟他再回 好江宏傑 第二個發球 哇太長了太長了 江宏傑非常不利 尤其在反正通這邊感覺有點見烈欣喜 這個球直接就起拍要做拉拍的進攻 哇 哇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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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上這個旋轉就知道質量是給多麼的重喔 哇太高 好 眼淡 對 快速持久 再發個長球 你一 每發完呢 就側開 我就帶一個直線 就是說 預測性要人準確 拿2分 10比5 那比賽到目前為止現在 張宏傑是面臨到了5個賽末點的危機 可惜啊 想不到領球還是出界 所以這一場比賽 那麼張宏傑比較可惜 點尖打梵振東是沒有太多抵抗的能力 那梵振東直落三局擊敗了張宏傑 讓中華隊現在是面臨點數上1比0的落後